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泰国周刊娱乐版,我是凯文 第一,混乱、暴力、喜凶、令人无语的破水节 4月15日,曼谷邮报刊发社论批评了政府组织今年破水节的失败 沟通不畅引起的混乱和屡教不改的老毛病是今年的主题 为了庆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宋干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今年的2月份,泰国旅游局和软实力委员会就开始为举办世界破水节造势 他们告诉全球游客,今年的节日从过去的3天扩展到21天 而且主打一个泼子 但是旅游局忘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公布各府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于是有大批的外国游客从4月1日就开始到处找破水节 结果找到的除了寂寞就是尴尬 这种混乱终于在4月13日结束了 泰国各地几乎从这一天开始泼水 但到了16日,水桶没了,舞台撤了,外国游客又没得玩了 文章指出,相关部门根本无法履行夸大的宣传 本届政府最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只会空谈,没有行动 还有一些历年泼水节屡教不改的老毛病,今年又犯了 比如说这位骑摩托车的小姐姐,明明已经白手示意不要泼水 结果几个熊孩子愣是整了一大桶水 直接给小姐姐从摩托车上泼下来了 曼谷邮报16日还报道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小姐姐同样也是骑着摩托车带着朋友参加北兰府的泼水节 由于晚上光线不太好,加上人非常的拥挤 有一名男子就摸了他两把 第二天一早,他直接去警察局报警 像这种暴力泼水和趁机猥亵的事 几乎每年的泼水节都会发生 好好的玩个水就这么难吗 第二,阿努婷对普吉岛台阶案紧要不放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普吉岛台阶上踢泰国女医生的瑞士人 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完结 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彻底激怒了内政部长阿努婷 据曼谷邮报消息 最近有传言称 受害者接到匿名电话 有人表示愿意给钱来换取当事人撤销人身攻击的指控 针对这一传言 阿努婷部长表示会密切关注案件走向 他还专门给普吉府府引发信息 要求务必秉公处理 不得因受贿而翻案 普吉府府引随后称 此案正在审理中 任何人都不得干预 此前,阿努婷已经下令吊销了瑞士人的签证 他获准留在泰国直到案件审理结束 目前普吉岛检察官以使用暴力攻击他人 而不造成身体或精神伤害的罪名起诉被告 这显然是在为被告减轻处罚 中间有没有收钱咱就不知道了 受害者和家属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被告的行为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伤害 关于这个案子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 第三,TM6表格暂停使用 据曼谷预报消息 为了缓解边境检察站的拥堵 并给旅客带来便利 从今年的4月15日至10月15日 6个月的时间 内政部决定暂停通过陆路和海陆 进入泰国的外国人填写TM6表格 因为乘坐飞机抵达的外国人不需要填写这个表格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感觉比较陌生 但说到与移民局有关的表格 那可是一会半会说不完 每次办理长期签证的时候都要填一大堆表格 光签字的地方没有三五分钟都签不完 泰国移民局对外国人的管理还是停留在纸质文档的状态 不是不能数字化 也不是不能联网 主要是因为牵扯到各个移民局自己的利益 这种管理方式也就导致很多外国人在泰国超级拘留 我们话题扯远了 再说回TM6 这项政策主要涉及沙角府 朗开府 宋卡府等地的八个陆路入境点 这些是邻国游客和劳工出入最频繁的通道 海上入境口岸主要集中在巴提亚 苏美岛 普吉岛和加米等地 第四 巴提亚摩托车轮子没了 据泰哥报道 旅游圣地巴提亚最近出现了一个有特殊癖好的盗窃团伙 他们专投摩托车轮子 当地社区的民众已经多次向警方举报盗窃行为 并且有多起案件都被监控拍了下来 但警方直到现在还声称这些贼行踪不定 所以很难抓捕 现在有这么多的监控 其实破案并不会太难 把附近的修理厂卖配件的拍查一遍 基本上就能找到线索了 可能是因为事案金额太少 而且媒体也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警察叔叔们不太想管而已 说到偷东西 我也是深有体会 可能是因为现在泰国的经济不太好 所以有个别的人就手欠 上个礼拜我家垃圾桶丢了 我家这边环卫工人每周日的早上过来收垃圾 一般都是周六的深夜 我们会把垃圾箱放在家门口 上个礼拜也不知道是谁 带着满满一箱垃圾 把垃圾箱给拖走了 那这个事其实挺缺德的 因为居家生活嘛 而且泰国的天气这么热 没有垃圾箱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事后我跟CC到区政府又要了一个垃圾箱 政府工作人员也都很惊讶 他们问为什么会有人偷垃圾箱 好像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也是提醒那些在泰国居住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些小偷小摸的行为 第五中国网红食物中毒 泰国食品安全吗 据泰国报道 一名中国美食博主近日来曼谷旅游时 在夜市吃坏了肚子 并提醒他的粉丝 注意泰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很多听风就是雨的网民都认为 泰式美食有些不卫生 博主通过视频向大家展示品尝的 腌制生螃蟹 生虾 生鱿鱼 跳舞虾等 随后他开始闹肚子 并且有食物中毒的症状 而且他还又补了一刀 说在泰国医院的治疗费用很贵 闹个肚子就花了小两万泰铢 有大量的中国网民在视频下留言 有人说来泰国十多次 从来不敢生吃海鲜 有人说泰国的气温高 容易自生细菌 所以中国的食品更安全 也有人提醒大家 一定要购买旅游保险等等 通过这一件事情来对比 两个国家的食品安全 显然是片面的 那我也说说自己片面的感受 我们在泰国已经住了有三年多了 经常也会到外面吃饭 或者是叫外卖 但是在外面吃饭 反而没有闹过肚子 有时候在家里自己坐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些这种情况 所以我对泰国的食品安全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即便如此 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要吃海鲜的话 尽量南下选择一些靠海的城市 虽然曼谷也靠海 但是曼谷不产海鲜 长途运输以后 可能这个就不是太新鲜了 而且如果不是经常吃的话 肠胃可能也适应不了 这种生烟的海鲜 既然做熟了 一样好吃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 你说对吧 第六 外国小偷刺起必复 据泰哥报道 有两名外国女子 在加米府 一个海滩的纪念品商店偷东西 老板说被盗的视频 也就值200泰铢 所以就没有报案 她通过自媒体 公开了监控画面 提醒相关的店主 一定要注意 画面上两名女子 一边假装逛店 一边抓起一条发带 迅速塞入包里 动作非常娴熟 由于这种纪念品商店 卖的基本上都是小玩意儿 而且数量非常多 所以如果不是调监控去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丢东西 那这个案子呢 只能算是小偷小摸的行为 但是4月16日 在曼谷却出现了一对大盗 他们在巴吞旺区一家知名购物中心 偷走了一只价值104万泰铢的钻石手镯 先一人是一男一女 年龄30多岁 都是外国人 他们在一家珠宝店看上了一只昂贵的手镯 服务员将手镯交给女子试带 在男子的配合下 他们转移了服务员的注意力 并趁机逃走 他们乘坐一辆事先预约好的出租车 迅速离开了购物中心 警方调取监控发现 车辆静止驶向朗曼地区 怀疑两人可能已经通过朗曼机场离开泰国 第七 大网红Cullen的泰国导游被抓 最近这半年多以来 泰国诞生了一位大网红Cullen 他在油管的频道订阅已经有240多万 还有更觉得他是一个韩国人 根据泰格的报道 在不久前的一期节目中 视频中出现了一名泰国女子 她充当了博主的导游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这名女子很快就被负责监管旅行社和导游的政府机构发现了 经过调查 这名女子没有导游资格证 视频中出现了旅行社 营业执照早在2022年10月就已经到期了 根据泰国法律规定 吴正经营旅游活动可以处以最高50万泰铢的罚款 或最高两年的监禁 吴正导游可能面临10万泰铢的罚款 或最高一年的监禁 涉事的旅行社称 该女子不是导游 她的身份是船员 但是也没看着她在船上待着 当事人已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公开道歉 当局没有公布进一步的处理结果 说到Cullen 我们还有一面之缘 就在上个月我们去马来西亚 槟城办签证的时候 就在零食馆外面还遇见了Cullen 当时他也是去那里办签证的 第八 法国胖子在曼谷佛堪池中洗澡 在泰国旅游的法浪 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们的底线 这次出场的是一名法国胖男人 据泰国报道 这名游客居然在曼谷 娜娜街区附近的街道上拉把 然后他脱光衣服跑到放神龛的水池中洗身体 旁边的保安拿着水管帮他冲洗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在驱赶他 还是就是为了帮他把身上洗干净 泰国网友在看到这一幕时都惊呆了 说自己的眼珠子都已经掉到桌子上了 外国人的行为不仅仅是对泰国文化的无知和不遵 就连最基本的公共道德都不遵守了 如果说外国人不了解泰国的佛教 那还是情有可原 但大街上不能随意大小便 这还不懂吗 这个行为实在是罪不可赦 很多泰国人要求警方核实证明法国人的身份 然后严肃处理并公开道歉 第九 女游客吃霸王餐 中国小伙大逆转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4月12日 在曼谷一家著名的烤肉餐厅 两名外国女子在用餐后逃跑 餐厅损失2696泰铢 淘丹这事在泰国也不新鲜了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介绍过类似的事情 这些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 主要是因为这俩时刻很大可能是中国人 店主通过自媒体公布了监控录像 并发出警告 说已经有好几批中国人账淘丹 请大家务必小心 很多泰国网友对时刻的行为表示谴责 但远没有像中文媒体描述那样骂声一片 4月16日 一名中国小伙主动到餐厅 替两人付了餐费 并向店主表示歉意 这一举动受到了泰国网友的盛赞 直接逆转了舆情 这件事情其实有两大关注点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国籍问题 两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这点我们作为看客很难确定 像曼谷这样的知名餐厅 每天拥来送往大量顾客 他们的判断可能会更为准确 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第二个关注点是这位中国小哥 他应不应该代付餐费 我想这是他的选择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 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决定 而且在付钱之后 他还专门叮嘱餐厅不要公开他的样貌 他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而出名 往小了说 这位小哥挽回了餐厅的经济损失 往大了说 他扭转了部分泰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花2696泰铢 就能让各方都受益 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处理方式 证明中国小伙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 中国少年跳车求助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一名16岁的中国男孩S 近日从武里南府的公路上跳车 然后一路狂跑到附近的警察局求救 据S介绍 他来自中国湖北 不久前 与十多位朋友经熟人介绍 去越南餐馆工作 但他们后来被送到了老挝 并从那里被分开 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通过老挝进入泰国 一路上他们不敢反抗 也不知道自己被送往哪里 更不知道今后会面对什么 但S认为 既然没有按照约定去越南 下一站很可能凶多吉少 当他看到路边有一座戴Place标志的建筑时 他勇敢地跳下车辆 成功自救 他的朋友由于害怕 没敢跟他一起跳 依然还在那辆开往未知的车上 在得知此事之后 S的母亲已经联系了泰国驻华大使馆 以协助孩子回国 泰国警方正在调查 他们是被骗之泰国非法工作 还是通过泰国被转运至其他国家 第十一 老人在高速途中热亡 据曼谷邮报消息 一名74岁的老人近日在回老家过送干节的途中死亡 当时老人和儿子正开车 从北流府赶往五里南府 别看只有300公里左右的路程 由于道路拥堵 他们开了十多个小时 当距离目的地还有50多公里时 开车的儿子发现父亲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摸起来身体冰凉 这个时候 他居然没有立即寻找附近的医院 而是坚持开车回家 到家时老人已经过世了 经过警方的鉴定 他们驾驶的这辆皮卡车空调不太管用了 老人大约在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去世 死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中暑 第十二 泰国人一生有几个性伴侣 据泰国报道 世界人口评论网站近日公布了一项有意思的排名 这项调查展示了46个国家和地区 2024年平均性伴侣的数量 泰国在这事上位居亚洲老大 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十的国家 依次为土耳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冰岛 南非 芬兰 挪威 意大利 瑞典和瑞士 其中土耳其人一生平均伴侣数量为14.5个 排名后三位的依次是越南3.2个 中国3.1个 印度3个 泰国虽然没有进入前十 但在世界这个范围内排名第12名 在亚洲排名No.1 平均伴侣数量为10.6个 纵观整个亚洲 擅长拍小电影的日本为10.2个 新加坡7.2 印尼5.1 这份报告同时还指出 由于泰国人伴侣的数量比较多 与之相关的疾病发病率也较高 我查了一下官方最近发布的数据 仅2022年 泰国就新增HIV感染者9230人 其中近一半的人群年龄只有15至24岁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